你们没有良心 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先生却要孤苦伶仃一个人 既然你知道你是先生的儿子 你不做点什么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 逗你的 是小时 琪琪打算挂电话 话筒里快一步传出了嘟嘟声 我再向你坦白一件事吧 其实你的身世问题 我比你知道的早那么一点 啊 不用怀疑了 你妈妈看起来喜欢我比喜欢你多 其实 如果这次不是被孟然戳破的话 你妈妈也会告诉你这件事的 她跟我提过 她原本的打算是等到你明年毕业 既然事情到这一步 也是瞒不住了 小九并没有滋生 也没有责怪许娟和琪琪瞒着她 你应该有印象 就是上次妈突然高烧不降那次 一直以来 她都以为是陈文青抛弃了你们 没想到她是被自己亲姐姐给出卖了 哦 对了 陈君杰你还记得吧 她妈妈叫许晴 她就是你的大姨 也就是说 陈君杰是你妈妈家那边的亲戚 是你表弟来的 至于孟然 她就是你姑姑家的女儿 也就是你表妹 不感兴趣 那你说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 小九嘴角敏得紧紧的 似乎显得为难 顿了顿还是问 我妈和她是不是见过 是见过 你住院那次遇上的 后来妈还特意回娘家调查当年的事 这才知道的真相 然后妈决定忠于你们现在的家庭 陈文青也知道你是她儿子 她尊重妈的决定 没有露面打搅你们 小九沉默着 心情复杂难免 既有些介意许娟和陈文青见过 而杨大明什么都不知道 但又庆幸他们没有伤害杨大明 这件事只能你自己决定怎么做 我帮不了你 我想见一见她 我可以给小石打电话 她知道地址 琪琪给小石打了电话 小石来得很快 三人一起坐车 去陈文青的山下小屋 小石从后视镜 看着小九的目光充满期待 但又隐约觉得小九顶着这样一张脸 是去和先生吵架的 琪琪 专心开车 好的 然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果然一句话都没说 是谁泄露了她的身份 谁也没想到 见到陈文青 他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这个 陈文青眼光扫向小石 老宅那边也知道消息了吗 没有 他们不知道 陈文青在原地 夺步好几分钟之后说 你们回去告诉他 答应他的事我会做到 小石 哎 以防万一 你马上去联系国外的医疗机构 你让他们出两份亲子鉴定报告 证实小九和杨大明 是父子关系 而小九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 报告出来之后 你把报告送去老树下 以后若有人质疑 就用报告赌他们的嘴 先生 你何必 少说废话 照我的命令做事 说完成文青 才将目光落向小九和七七 我成某虽然不是什么 仁义道德的君子 但说过的话必定作数 既然隐患解除 你们可以回去向他交代了 眼看着成文青又要进屋 小石急得不停朝小九看 眼睛都快抽筋了 来都来了 你好歹多少说点什么 成 先生 小九艰难扯动嘴角 对于成文青终归还是觉得陌生 我妈并不知道我来这找你 这样算是解释了吧 眼外之意 并不存在要给许娟一个交代的说法 成文青身形稍顿 看起来总算是有了些反应 小石简直高兴坏了 你长大了也成长得很优秀 好好照顾你父母 父母指的是谁 在场三人都心知肚明 小石眼泪瞬间在眼眶打转 先生 小石真的不能理解 明明是那么出色的一个人 纵横商场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逼到这样 七七也叹气 成文青比他想得更固执 小九此刻对成文青 有一种很复杂难明的情绪 一方面 他并不希望安稳的家庭被破坏 另一方面 他又忍不住把自己 带住成文青的角色 如果有人强制分开自己和七七 七七还要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他会怎么样 成全吗 绝对不可能 走吧 你们没有良心 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先生却要孤苦伶仃一个人 既然你知道你是先生的儿子 你不做点什么吗 小九难得看小石顺眼一回 你既然跟在他身边这么久 又怎么会不了解他的为人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可是 我看这边风景不错 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走走 听到这话的小石 眼睛瞬间亮起 好啊 好啊 你看这天秋高气爽 很适合踏休 咱们下个礼拜就来了 小石故意大声说 就是要说给屋里的人听 简直是个活宝 三人一起下山 虽然这次依然没有劝住成文青 但总归他们做了该做的事 小石是最高兴的 我请你们吃饭吧 你不觉得自己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好的 我明白了 一个合格的小助理 在老板需要的时候 要奋勇往前出 而在老板不需要的时候 小石的很彻底 两人一下车 小石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输一下开走了 小九 你不觉得小石这人很忠诚可靠 以后对他态度好一点 人是忠心 就是太粘人 有时没事总到他的媳妇面前 刷什么存在感 没想到吧 以后我们还要天天见 礼拜天傍晚 小九和七七回去老树巷 杨大明和许娟显然是很惊喜的 杨大明还特意宰了只鸡 翻菜上桌 杨大明给七七和小九一人 加了一个大鸡腿 七七夹起鸡腿左看右看 怎么了 鸡腿有什么问题吗 大公鸡啊大公鸡 你说你为什么只长两条腿呢 咱们家有四个人 不够分啊 小巫先是安静了两秒 然后传出杨大明夸张的大笑声 七七啊 你怎么这么有趣啊 曲卷也是一脸的笑 七七得意的朝小九挑眉 快夸我呀 看我多会哄人 小九凑到他耳边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明白了 晚上回去奖励你 七七就想歪了 身脚在桌底下踹他 结果误伤了杨大明 哎呦 是不是有老鼠跑过 撞我脚上了 七七心虚的吐舌 曲卷看破不戳破 快吃饭吧 有老鼠估计也跑了 哦 也是 一顿饭下来 七七逗得大家开心得不得了 饭后两人又骑上摩托车 回了镇上 七七 我们来说说奖励的事 什么奖励 下个礼拜五就是你的生日了 想要什么礼物 所以你说回去给我奖励 指的是生日礼物 不然呢 还是你想要别的 或者别的也可以 呃 小九一有所知 目光在七七身上移动 七七红了脸 好吧 是他想歪了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要的 要不这样吧 你送我一台复印机好不好 复印机 我们学校设备挺旧 到现在复印卷子 还是用老师的手动油墨机 费时间不说 每印一次卷子手上 都要擦得黑乎乎的 学生们做卷子 手上也都染得黑黑的 擦都擦不掉 有了复印机就方便多了 好 我帮你买 学校买一台大型的 再买一台小型的放家里吧 方便我给学生复印资料 林老师 我突然也想当你的学生